大家荷包要攢緊一點了 因為好多民生用品又要漲 包括了肉品 中元節還沒到呢 肉品價格就已經開始漲了 主要因為天氣熱 豬隻漲不大 全台豬隻大缺貨 原本每百公斤6000塊錢的 現在已經飆到了7600 漲幅將近三成 不過呢 因為零售市場還沒有完全反映 這個漲價的幅度 所以肉飯說 現在賣一天賠一天 打算要聯合起來週休而日 豬排果粉往油鍋裡炸 這間日式料理店 一天要賣上一兩百份 豬肉價格漲 業者大嘆 生意不好做 我們賣的量比較多 所以成本也會增加很多 我們沒有辦法反映在售價上面 賣炸豬排的業者苦哈哈 這群豬肉攤販更是笑不出來 來看看肉品牌賣市場 以往每百公斤6000就買得到 現在成交價 幾乎要從7600塊起跳 平均大約漲了將近三成 有些品質好的 甚至還衝到了八九千以上 每一個人一個罵來一個罵去 一個禮拜要休息幾天 賣豬肉現在都歸本了 都撩錢 豬肉價格貴 除了因為去年莫拉特風災 損失了六十萬頭豬 還有國際因素影響 國外的毛豬價錢貴嘛 沒辦法進來 你要進來 台灣自己 把台灣的價錢一樣 何必要進來 以市場價格來說 五花肉從一斤八十元 漲到了九十五元 腿肉一斤七十元 漲到了八十五元 不過接下來 鄭元傑的需求增加 豬肉價格應該還會再漲 民眾要有行李準備 於是新聞和中國 蔡明正 台北報導